每次做这个小馅饼,我家孩子吃饭的速度都变快了 两口一个,真的是太香了 盆中加入胡萝卜丝,还有切好的包菜 因为它两个都有水分,所以要加点盐 搅拌均匀腌10分钟,杀出水分 然后呢,用手钻干水分 再加入提前炒好的鸡蛋碎 还有葱花,调味只需要加入鸡精 花椒面,还有蚝油提鲜 最后再来点食用油,提香 给它搅拌均匀,这个馅就好了 虽然这个不是肉馅,但是真的比肉馅都香 买了两块钱的饺子皮 然后呢,用擀面杖给它擀到1.5倍大 包上咱们的馅,用包包子的方法给它包起来 不用包的太漂亮,只需要把鸡口捏紧就可以了 给平米锅或者电米称里面刷上油 摆入小包子,给表面再刷一层油 盖上锅盖,小火煎 煎一下,给它翻个面 最后呢,煎的这种凉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薄皮大馅的,看着都超级的有食欲 最主要呀,吃多了也不怕长胖 喜欢了就赶紧去做一份吧